怎樣是漂亮的頒表 你有歐洲頒 美國頒 公司會給你的零用金就會高很多 其實這樣有很多錢的喔 那那個佣金 用剩下的公司會回收嗎? 當然不會啊 那佣金是給你的啊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有好多人寫信給我 為什麼阿菜都不做空姐系列了 因為我就是像一陣風的女人 因為我自己就是空姐的東西 其實太多了 根本講不完 我會覺得說 我想去嘗試新的東西 所以我並不一定會 完全只做空姐系列 不過呢 你們今天敲的我也聽到了 那所以今天呢 就要告訴大家 怎麼樣看空姐的頒表 因為有太多人 太多人問我說 空姐是不是一個月都休幾天 飛一個長班 到底放幾天假呢? 那今天我就要把頒表 開出來給大家看 不過我在這邊要先說 每一家航空公司不一樣喔 所以我只能以我待過的航空公司 來介紹給大家 好啦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首先 怎樣是漂亮的頒表 每次到月中16號的時候 頒表會出來 大家拿著頒表 就像你手上拿著一部撲克牌一樣 因為你準備要換頒了 你手上拿漂亮的牌 你就可以換到非常好的頒 如果你手上拿著跟報紙一樣的牌 那我也只好跟你說 你就Reposick吧 沒有啦 就只能硬著頭皮去飛這樣子 那漂亮的頒表是長怎樣的 基本上漂亮的頒表應該長成這個樣子 例如說 你有歐洲頒 美國頒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呢 公司會給你的零用金就會高很多 也不是每間公司都有零用金的喔 譬如說你一般過一個月 它就會是100美金左右的過夜費 然後你就看你幾個晚上這樣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頒表 有米蘭、台北、韓國 而且韓國還是三天韓國班 三天韓國班是很難的 你想說 三天韓國班 是不是在那邊可以玩三天啊 沒有 通常三天韓國班的是 第一天半夜出發 等於說你到那邊已經是 早上差不多凌晨了吧 你就是睡一覺 後天的一早回香港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三天班 因為你去上班的時間的時候 已經是11點45分的時候了 只要沒過12點 前面不管有幾分鐘都是算一天 再來 WOW 840 JFK紐約 那這樣子的話 這班錢應該也是不少啦 只是現在好像 我們的佣金好像變少了一些 那你會說 欸 那要怎麼算佣金呢 其實佣金這個東西 要看你當地的物價 生活品質是這樣 然後你住的hotel 多少錢的hotel 那公司就會調配給你啦 所以 那那個佣金 用剩下的公司會回收嗎 當然不會啊 那佣金是給你的啊 你就到了那個hotel check-in的時候 它有一個小信封 然後寫了你的名字 然後裡面就會有當地幣 就是你這三天的零用錢 好 然後再來 你會看到說 如果你是長班 通常都是四天或五天 如果是四天的班呢 你後面回來 就是有四天的假 如果你是五天的班呢 後面回來 就是有三天的假 依此類推 反正它就是湊成這樣子 你在那邊看到G的意思 是guarantee day off 一定是放假 所以我們就會說 欸 你有幾個G day啊 就表示 你有幾個假期就對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最下面是印度班 Bombay 這個班其實也不差 是我特愛飛的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很愛飛那種紅眼班 因為我覺得 飛回去 睡差不多五六個小時起來 隔天 還有一整天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這種班的 所以這個班表 你看到說 這種十一個G day 那但是你飛過去 譬如說 你看紐約 840的中間有空兩格 那這個是還要工作嗎 沒有 你飛到那邊就是自己休息了 工作時間就是在飛機上的時間而已 所以其實還蠻棒的 這邊會看到 23號 那什麼是SB 是傻逼的意思嗎 不是 公司不會跟你說是傻逼好嗎 SB就叫 short break 這一天其實就是放假 但是 或許他會突然抓你什麼 那通常是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 老東家還是蠻佛心的 比任何一間航空公司都好的 一間公司啦 我是說真心話 我自己有陪我 也有很多朋友在其他航空公司 什麼的我都聽過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喔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那大家會問說 欸奇怪其實上面怎麼有一個block 它是有點灰灰的 而且是有那種黑白人生的感覺 喔那個就叫做抓飛 我們每一次 差不多兩三個月 公司就會指派給你 你必須在家 stand by 就是說你要在家等 你要化好裝 穿好制服 在家裡 我們不需要去公司 然後呢你可以打電動啊 我都可以 然後突然可能公司會打電話給你 要你去飛哪一個班機這樣子 然後你所看到它就是 第一天是從中午12點開始啊 到下午6點 就是中午12點到下午6點呢 你就必須在家 好好的瓜瓜 但是作者並不是20小時的 所以大家放心 再來就會看到 11點12點 然後早上6點開始 早上6點開始基本上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很怕 6點開始會抓什麼班 來回班 譬如說 雜謊來回啦 或是雅家達來回啊 那都差不多四個小時 所以 飛一個來回班 一大個小時不見了 我們公司其實還蠻人性化的 它有一些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選的 像有些人他可能就結婚了 所以他只想飛 不過夜的那種班 所以通常飛來回班的班表 你就會看到像滿滿的報紙一樣 他可能飛一天長班 然後休兩天 飛一天休一天 這樣就跟一般的班表不一樣 那我是死都不可能去飛那種班機的 中間就是要有很多的空檔 自己排很多的G 就會很開心這樣子 那抓飛如果真的很不想去 或是臨時有事的話怎麼辦 你抓飛怎麼能不想去 如果你是生病的話 那你可以在前一天 或是飛的前幾個小時去看醫生 就是他打來跟你說 欸這個國家我不想飛 立馬說欸我生病 不行 到他打給你的時候 立馬來不及了 這時候公司就會做出一些處分 所以你要在什麼時段之前 就病了好嗎 我這 我這 講什麼 好所以你看到這個時候 為什麼灰灰的 是因為他不能讓你換掉 那我為什麼說這個班表也是漂亮 因為你基本上從他二月開始 中間就有差不多五天的G 下面有三天的G 雖然前面好像不太好一點 因為他是先香港、新加坡 然後新加坡、柬埔寨 早上七點嘛 然後到的時候差不多 一點多 隔天的早上五點就要出發 所以就是他的時段其實是有點累的 然後這班 allowance又沒有很多 可是他在柬埔寨就待兩天出來喔 就兩個大空格喔 那邊你就可以吃螃蟹啊 買珠寶啊 然後基本上六天你就沒有了 但是這六天的錢 可能比美國班五天跟歐洲班的四天 還來的少 但是如果你是注重地方的話 屁股之後你就覺得 喔我就是要去那邊吃那個螃蟹的 那就是你自己個人的選擇嘛 然後再來回來放兩天之後 就飛雪梨 那很多人會喜歡飛雪梨的原因 也是因為雪梨的時差 不像歐美這麼的麻煩 幾乎就兩個小時的時差而已 就這麼簡單 我自己是個人也不太飛雪梨的 因為我會覺得太短了 又太累了 通常都是早上的班 早上班為什麼會累呢 因為早上班呢 就是兩個Fu Mill 你如果飛晚上班出去的時候 晚上那一餐就是 宵夜 宵夜他不用準備這麼多程序 但是Fu Mill的話 就是整個程序都要跑 早上班大家有進步都是醒的 所以就會說 我要蘋果汁 我要柳橙汁 我要芭樂汁 我要草莓汁 沒有! 沒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他這邊又有飛新加坡 然後你這邊看到這個新加坡班 後面那個是連起來 然後又PX PS就是說 你當乘客回去 譬如說這一班 你先飛到新加坡是當空檢 然後回去的時候 你就換上你自己的衣服 或是把你外套穿在外面 你可以坐在客人的位置 就是很輕鬆 你都可以看電影啊 什麼樣的都OK 只是不能喝酒而已 那你到香港的時候呢 在降落之前你就要把衣服換回來 在那個也是有算錢的喔 只是好像半價而已吧 然後再來 我接5個G就是放5天的連休喔 最多班休到8天 然後再來 也很乾淨 直接飛一班LA 那我這邊再補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班表 後面呢有沒有 最後是block hour 就是你所飛行的時間 他會先估多少 那真正飛行的時間 如果還有delay或怎麼樣 他會再加上去 那他很明顯的 上面有告訴你arrival tie啊 或是duty end是什麼時候 因為到的時候 你還要check說 飛機上有沒有人掉了什麼東西 你還要做一些收尾的動作 那這樣子 這間航空公司 空姐一個小時時薪是多少吧 我們就留到以後再說囉 那再來呢 你沒有拿到TD 或是你沒有拿到童花順怎麼辦呢 基本上就像這樣 這個樣子 喔他前面還不錯喔 前面是甜頭 那他的法蘭克服是已經過月的 你的班剛好卡在就是換月的時候 那很多人不太喜歡 因為這個中間的價錢不太一樣 為什麼價錢不太一樣 時數的關係 前面的時數你可能15個小時 然後後面的時數15個小時 但是你就把它拆開了 你不是在同一個月 那再來除了法蘭克服以外 他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巴黎 我可能也不太飛巴黎的啦 我是不是很奇怪 我都愛飛就是印度啊 就是我是看時段的人 所以如果是早上的巴黎我也不太飛 晚上巴黎就是去那邊會拓財 那到的Allowers全部都花光光 好然後他然後巴黎啊這個也不錯啊 但是後面 你看看從15號開始 天啊 這根本就是報紙的頒表 誰最愛飛這種頒表呢 Sales Team 就是MyDuty Free的 就是啊 你要MyDuty Free名字商品喔 那種最愛飛這種頒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Duty Free是可以抽成的 他們不要G的 他們就是要上去飛機上賣東西 所以有些人很厲害 他的整個頒表都是滿的 但他有規定你說你飛多少 一定要修一天或兩天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看到這個頒表這一整段呢 好運的話跟Sales Team換掉 那最後呢我要跟大家介紹 如何換班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是有兩個人 一個是Inviter 一個是Receiver 你截好你的一段頒表 就跟截圖一樣 他換班要怎麼換 你這個巴黎是幾天 五天班嘛 那你換台北的兩天就是過夜班 所以你還要加什麼 三個G給人家 這樣才能逗滿五天 同時你要看你後面接的 有沒有超過八天的G 那你要先算好 有時候他可能會不過 因為你算得不好 你一個月有五次換班的Quota 你那五次一次被拒絕 啊就沒了喔 就只剩四次囉 所以要小心 每個月這五次都要 換好 換滿 換到最好 我們看到這邊呢 他就是拿了MAA 然後一個紐約 喔這紐約好長喔 這下有很多錢的喔 下面加一個馬爾蒂夫 可是這馬爾蒂夫有一點短 所以他應該是想要把上面那個換掉 右邊這邊我們來看到 這好像在看什麼比賽 右邊我們這邊來看到這位選手 他是478還行 然後加一個Dubai By Ring 這也是很多錢的 後來三個G 然後接一個LA 喔這個五五開 我覺得這個五開 看個人癖好 看個人癖好 那這一段是可以成功的嗎 可以的 回來都有休息夠就是可以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這個 左邊的這個Inviter 他是Send了一個 四天馬德里後面全部都是G喔 Receiver拿到的是什麼東西 Receiver拿到的就是 雪梨兩個G後面一個Standby 然後一個跨越的Hong Kong Narita 我的話個人就會選乾淨的班表 就一班結束 那這個的話 我只能說 這位人兄應該是高警生吧 沒有啦 有時候我們看到班表 我們會說爆氣說 你敢用這個班來跟我換這個班 有時候他就是不小心按錯了 他就會可能寄信給你說 你可以就是cancel這個嗎 找不到人 這個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再看到第三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紐約班 然後換一個 印度加一個台北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誰要跟他換啊 或許不想飛那種歐美班的人 他覺得印度OK 那就OK了 但是我絕對不會想要有兩班 換一班的那種感 除非有愛人在那裡啦 好 基本上呢 換班你就會看到這個圖表 一段一段的跟人家換一個月有五次的機會 好啦這就是教大家怎麼樣看一個空姐的班表 最後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每一個行動都是都不一樣 不要我只能把我知道的交給你們 我不知道的 我可能就沒辦法說了 那如果你喜歡空姐系列的話 我會有機會多做一點啊 因為實在真的很多東西可以講 像換班 賭人啊 或者是看班表跟飛 這個是有夠可怕的事情 就譬如說我今天要飛米蘭 你換進來我的班 然後你跟我一起飛 跟我一起去玩 像這種東西你也很可能把那種好的班表 你跟人家換那種不好的班表 人家都會給你 因為你要跟你的朋友飛嘛 下次我再跟你們講什麼是跟飛 好啦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才能收到我的東西 再來呢阿菜要開遊戲頻道囉 所以大家記得要去訂閱我的遊戲頻道喔 打掰掰 大家都會想說 欸你飛哪一邊 他不會說出地名 他只會說出number 我明天有個450欸 我明天有個880 天啊他們在聊什麼 我們都會用班機的代號 來做一個溝通的狀況 我們不會講出哪裡 我們下次應該玩一個大戰 把我空姐的朋友叫出來 地勤的朋友都叫出來 然後大家來比拼 機場的代號 跟那個班機號碼 來做一個大PK 看誰會贏這樣子